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的新能源项目被划为了传统汽车 让很多投资人不知所措 插混还有未来吗 首先来看增程式电车与混动式电车的区别 在发动机上这两者都是有着电动机与燃油发动机的 不同的是增程式电车的燃油发动机只是为电机充电的 起到了发电机的作用 驱动上是完全由电动机来承担的 而插电混动的燃油发动机起到辅助电机的作用 直接驱动汽车行驶 插电混动车可以选择纯电驱动 也可以选择混合动力 比较这两者的优缺点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发展前景 首先在续航能力上 插电混动的纯电续航大概保持在100千米左右 可以看出它其实是基本上靠的是燃油驱动的 电机只是个辅助品应急用的 而增程式在续航能力上就要高出很多了 成熟的纯电动车基本上都在300千米以上 所以插电式混动并不能算真正的纯电动车 但是目前来看插电混动车还是占有着市场先机的 目前市面上的增程式混动车是很少的 主要的原因是研发难度很大 所以增程式都是一些资金雄厚的大型车企在做 插电式的混动的开发难度相对来说就要小一些了 价格也比较的低廉 驱航能力也大 而增程式的价格在短时间内不会有着太多的下调 大多数买电动车的人本就抱着经济低油耗的心态才买的 所以现在来看插电式混动依旧是电车产业中的主流 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插电混动并不能算真正解决了燃油清洁的问题 只能算是一个过渡品 所以说在未来插电混动应该是会被提出局淘汰掉的吧 炫 Arms 晴火 含 亡 晴火 含 含 含